HELLO 我是娛樂 今天要來分享堆雪人的完整攻略啦 應該有些人有些疑問 之前我有在南半球冬天時做過完美雪人的攻略 為什麼又再做一次攻略呢? 因為那時的攻略比較適合空曠的島嶼來堆雪人 在發布攻略之後我也在嘗試了很多的方法 所以今天會再次整理我覺得最推薦的方法 還有補充更完整的注意事項 讓大家在堆雪人之餘可以更好好享受這個季節 那我們就開始吧! 在影片開始前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能接收最新影片通知囉! 11日開始整個北半球的冬天都會變成雪地 我們就可以開始堆雪人跟抓雪花 首次堆雪人無論大家堆成什麼樣子 雪哥哥都會送你一個DIY當作見面禮 之後的美玉大家可以照著我的教學 來堆出黃金比例的雪人喔! 在12月月報我有說過這次雪人的DIY 都需要透過堆出黃金比例的雪人來獲得 這次的DIY比較特別是堆好雪人之後 雪哥哥直接教你 我們不會拿到DIY方程式的卡 而是直接在我們學過的方程式可以找到 所以DIY無法交易 只能自己學習 另外一批堆好雪人之後 如果有分身想要學DIY 堆好的當日 直接開分身去找雪哥哥對話就可以拿到了 學到的DIY需要大雪花跟雪花才能製作 大雪花的來源是堆出黃金比例雪人之後 第一天完成雪人對話 會拿到DIY和一個大雪花 而後2到4天跟他對話可以各拿到一個 所以一隻完美雪人總共可以拿到4個大雪花 拿到15個DIY就畢業了 之後堆出黃金比例都是送大雪花一個 而雪花就是用捕虫網抓島上飄著的雪花囉 順帶一提 在下雪天的時候 島上飄著的雪花會比較多喔 如果你打開遊戲發現是下雪 可以多利用這個時間去抓雪花 接下來是堆雪人的注意事項 首先是基本操作 人物接近雪球的時候就會開始踢雪球 我們踢到一定的程度 人物就可以開始用手滾雪球 把兩個雪球滾得差不多 讓他們碰在一起就會堆疊出雪人 雪球只會出現在綠地 並且只會出現在同一層 在綠地滾動雪球會變大 而當雪球滾到其他地板 包含設計、廣場地板 都會削弱雪球大小 所以大家可以利用這個機制去調整雪球的大小 雪球碰到障礙物 像是家具、樹木、岩石、懸崖都會破掉 所以要特別小心 不過碰到花草或是放在地上的道具不會受影響 如果不幸雪球破掉或掉到水裡 可以進出建築物重置 但如果是堆好雪人沒有拿到黃金比例的評價 只是在對話結束前關掉遊戲 重開就可以重新堆雪人囉 堆雪人總共有四種評價 只有黃金比例才能拿到DIY 不過其他評價的對話蠻有趣的 大家有空可以嘗試看看 雪人只會存活四天 堆出黃金比例之後 記得第二到第四天要找雪哥哥對話 可以拿到大雪花碎片 攻略書上有寫到雪人的黃金比例是 頭跟身體的比例大約是0.8到0.9比1 頭大概是身體的八成大小 記住這個比例 熟悉的朋友可以嘗試做小雪人 即使小小的 符合比例也是會出現黃金比例的雪人的喔 記好黃金比例的準則之後 就來教大家輕鬆堆出黃金比例雪人的方法囉 第一個是上次教學出現的人物比對法 這算是我之前測試過99%都會成功的一個方法 不過這次更詳細的說明 首先大家可以先把髮型換成露出耳朵的髮型 這樣比較好比對 雪人身體的部分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滾到最大 其實雪球的大小是有個極限的 滾到最大就好 這時打開相機 調成平式 可以看到雪球大約是跟耳朵上緣平行 而雪人頭的部分 則是下巴到耳朵下緣之間 這區間基本上都差不多是黃金比例的大小 第二個 最懶人的15格方法 這個方法是綜合巴哈姆特上面看到的方法 首先要把兩顆雪球都做到最大顆 之後在旁邊畫直線5格設計 將其中一顆雪球在那5格設計來回滾 1 2 3 總共3趟就可以疊到另一顆身上囉 這個原理是頭的部分需要經過大約15格地板的縮減 就可以縮減到完美比例 所以也可以直接畫15格 那一顆雪球推到末端 另外一顆雪球從70端 沿著設計一直推下來再堆上去 就可以完成完美比例的雪人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島嶼的情況做調整 第三個 最可愛的最小黃金比例雪人 這也是巴哈姆特玩偶的分享 因為小雪人太可愛了 所以不得不分享一下 首先將兩顆雪球踢到彼此的附近 踢到能滾的時候就可以先碰在一起 比對一下大小 雪球還不夠大時不會疊在一起 確認大小是一樣的就可以開始滾了 選其中一個雪球 在另外一個雪球旁邊滾一圈 就滾好身體了 再把另一顆比較小的推過去疊起來 就可以得到一個小小的雪原 超級可愛的 這次整理了幾個方法 不過我想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島嶼的情況選擇 畢竟有些人改島已經改好了 很難去做個專門堆雪球的區域 那這樣的玩家推薦使用人物比對法 這樣不會受任何場地限制 靠眼力就可以完成 其他的方法滾完也建議可以用人物比對法 去看一下雪球大小 這樣就可以安心的拿DIY囉 最後整理一下一些Q&A跟提醒 第一個 改島已經改得差不多的人要怎麼堆雪原呢? 首先如果你跟我一樣為了不長雜草 有用我的設計補滿所有綠地的話 建議找一個區塊剃掉一部分的設計 因為雪球必須要有綠地才能出現 也需要用綠地來滾大喔 這個區塊我不確定要多大 可以先騰出大概5x5的大小的區塊 雪球會像石頭一樣隨機生長在空位 所以就像之前做礦場一樣 騰出一個堆雪場的空間吧 第二個 為什麼我的雪人無法堆疊呢? 這個原因是因為旁邊有懸崖或其他物品 就無法跌起來 要把這兩顆雪球推到較空礦的位置 第三個 堆好雪人之後 如果把時間往回調 雪人是會不見的 請多注意 第四個 糞金貴會偷偷推雪球 甚至有可能把雪球推入水中 所以要小心 可以先趕走或抓起來 另外雪球掉入水中的樣子 看起來很療癒 第五個 開島時無法堆雪人 小雪球會暫時不見 朋友可以跟堆好的雪人說話 但不會拿到任何東西 第六個 雪哥哥的對話都蠻可愛的 大家收集完DIY時也可以抽空做做看不同模樣的雪人 也可以嘗試頭大身體小之類的 讓我們享受堆雪人的樂趣吧 第七個 雪人只存活四天 但在這樣的冬日是最好不過的裝飾 大家可以堆在想要的地方當做裝飾也不錯 之前在與你相遇的歐洲小鎮 老主把四個雪人堆在一起也很可愛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版雪人攻略啦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底下留言提出 我會盡量回答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度過開心的冬天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次的分享對你有幫助 歡迎幫我點個喜歡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未來也會持續有動森的攻略喔 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是娛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